好 不过因为昨天赖清德 他特别提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他上任之后呢 是杜绝黑金彻底解决学伦问题 好 题中提到了学伦问题 网友呢就开始在酸啊 就说哦 那这个是传说中的 1.5个博士和封存30年论文的 才应该是最紧张的吧 好 先解密大总统的论文案啊 1.5个博士会不会变成0.5个博士呢 还有人说哎 这个赖清德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好 所以网友认为说 你这个不只针对林志坚 你也是在表蔡英文吧 好 不过说要蔡英文附带一题 来看到有没有 这是瑞士媒体 他们呢票选出今年必须关注 影响全球局势的5位女性 蔡英文总统呢也是其中一位 那报道当中特别强调了 蔡英文面对把半导体制造世界龙头之岛 视为领土一部分的中国是寸步不让 所以称她敢于对抗北京的总统 好 因为捍卫自由而成为中国眼中钉 好 这5位影响全球局势的女性 除了蔡英文之外还有谁呢 芬兰总理马林 法国总理伯纳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以及英国王后卡蜜拉 好 都认为呢 是这个带领世界进入新时代的关键女性 好 在这边呢 我也要请教我们的这个新时代女性 也就是台北市议员 游淑慧 的确啊 有没有 蔡英文现在你要说她狭阳自重也好 反正她就是博升量 她还真的博到了啊 跟我们蔡英文来比 我称不上新时代女性 我们两个的年纪有一点差距 这个坦白说啦 台湾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要上国际媒体 我们当然都要予有荣焉 哪怕是买也给她买到了嘛 对不对 我们如果去看瑞士媒体 一年到头大概提不到几次台湾 突然这次想到台湾也很开心 但是她如果把另外四个时代女性被入选的 你把她摆在一起看 有一点不伦不类 我们以为她都是政治界的 这个掌握权力的女性啊 就不是啊 另外一个叫什么 英国皇后卡密拉 我们知道英国皇后可以影响了只有查尔斯而已 查尔斯国王而已 她没有办法 连查尔斯都没有办法影响到英国政治 更不要说卡密拉皇后好不容易扶正了 所以把蔡英文跟卡密拉摆在一起 并列为新时代女性 我是觉得有点怪怪 两个年纪都还挺大的了 那还有一个是贺锦丽 贺锦丽大家也知道她在美国的这个支持度不高 争议性颇高 然后连拜登都考虑说不继续跟她搭档竞选连任 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像硬臭的硬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个是 泽伦斯基之前也被时代杂志列为封面 叫做乌克兰的精神 但是你先看现在乌克兰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说我们是一将功臣万古枯 为了成就一个人的英雄地位领导地位 是把国家带领到战争 才能凸显说你看我好勇敢我好棒棒 可是事实上泽伦斯基在俄乌战争之中 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在他的总统办公室里面直播 然后开记者会 但是那一些被平民轰炸 那一些流离失所的乌克兰难民 那一些在前线作战的士兵 你们问他们如果时间重回一次 你们会希望泽伦斯基 表达说可能想加入北约这件事情吗 还是想维持原本的乌克兰 就看看这一些被轰炸的平民百姓 错当然是俄罗斯没有错 但是身为乌克兰的总统 身为乌克兰的执政者 你最大的工作就是让国家和平 你最大的工作就是让国家远离战争 你不能总是说像小孩子说 都是他的错都是他打我 那你自己身为这个国家的总统 你做了什么事呢 大家记不记得后来泽伦斯基坦诚 美国早有警告他说俄国可能会开战 但是他不跟他的国民说 因为怕有钱人跑光了 因为怕大家不愿意跟他留在那边 共赴战争就用这种自私的心态 选择不对他的国民说 我们有可能进入战争 今天民进党何尝不是这个样子 非但飞过去不讲 不就还好我们还有人在看日本的媒体 我们才知道说 非但已经飞越了台湾的领空了 那面对这样子的领袖 他成就他自己好棒棒 我是最有权力的女性 对 所以我把台湾整个拖下水去 我们今天不管是在自己的国土上 要埋地雷 不管是要让我们的义男义乌延长 通通是为了一件事情在准备打仗 为什么台湾必须要走像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时时刻刻要被大家倒数计时说 我告诉你们最快2023 可能2024 我们的外交部长今天还自我预言 说2027 你们是算命的吗 当你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应该要避战吗 你们不是啊 你们不断的告诉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去战争 我们就是想打仗 你看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一直在说 我们去做这个布雷这个动作 就像是在自己身上绑上炸弹的炸弹客 来啊 你如果把我搁我们就同归于尽啊 我好可怕喔 我是山猪我是豪猪 豪猪跟刺猬是去刺伤别人耶 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 埋下地雷这个是同归于尽耶 不是这样吗 你以为对方不会扫雷吗 你以为我们不会自己 不会不小心去误碰吗 你以为他不会失灵爆炸吗 不管是在自己登陆的时候 埋下地雷又或者是准备向战 这都是美国的指示 美国的指示只有一个 你台湾准备打仗 你台湾准备在自己的领土上打仗 你准备用自己的血肉 帮美国去挡住大陆 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他没有给你任何承诺说 你放心 我会派我们美国军队一起到台湾来 跟大家一起在全线作战 我们一直想听到这句话 如果有这句话的话 说真的你叫我们付军费 我们付了 你叫我们买武器 我们买了 但是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所以之前就有一位前辈说 如果真的两岸开战 我们会收到美国两种单 报价单跟账单 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 不用等两岸真的账 我们每一年都会收到报价单 我今天要卖你什么 然后接着账单就来了 那更可悲的是 当我们连账单都付了以后 他告诉我们说 不好意思没有武器给你 那这叫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呢 现在台湾越来越出现所谓的 以美论 为什么我们会从 美国劳大哥开始有一些民众 你不要说这都是国民党挑起的啦 不是 如果美国没有做这些事的话 没有人能够挑起以美论 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 以美国价值为我们的价值 台湾就是这样子啊 今天蔡英文 为什么可以登上美国的媒体 为什么可以登上欧洲的媒体 就是因为她一直在做 所谓迎合欧美的价值 这没有什么不对 我们总是要在国际上 找一些老大哥来靠一靠 可是这些老大哥到底能不能靠得住 你想靠人家你能不能靠得住 就看我们去年缺疫苗的时候 非得非得等到最后 日本捐给我们 但是是捐他们不打的AZ 我当然还是很谢谢他们捐AZ 但是我们知道现实状况就是 他们到现在也还是没有人打AZ 所以事实状况就是这样 还有美国到最后捐了疫苗 然后除此之外 我们送了一堆口罩 送了一千万片两千万片 去的欧洲各个国家 就给你来一个国会议员 给你发个脸书感谢 什么叫国会议员 王洪威啊 对不对 可是我们都把国会议员等同那个国家 对 什么 德国的国会议员 我们就放大到等同德国 然后自己好嗨喔 德国感谢我们 拜托去看一下德国国会议员 对 王洪威发文感谢谁 就等同中华民国吗 我们就是这样在自嗨自我欺骗啊 自吹自擂啊 如果有人戳破真相就说 你唱衰台湾你看不起我们 不是呢 我们看得起台湾 我们也很以中华民国为骄傲 可是是我们的执政党 一直在给我们喂 迷幻药 跟兴奋剂 然后把我们迷的这样 好棒棒喔 然后就很兴奋很嗨 然后就像白脸教一样刀枪不入喔 我觉得最可悲的就是这样 我们愿意保护台湾 我们愿意为台湾而战 我们什么都愿意 为了这块土地我们什么都愿意 因为我们也没有能力 像你们民进党那些金孙金孩子 要出国念书到国外去 我们只能愿意跟这块土地共生死 可是我们不愿意插你民进党的屁股 好不过你刚刚提到了 对台独金孙 是不是已经见风转舵 要转向了 就是因为美国老大哥 对赖清德真的不信任 主要是因为对他的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那这个部分呢 在昨天他要接党魁之前 事上潘梦安就对外放话 就是说会啦 这个赖清德的谈话 会让美日放心 让两岸安心 那结果呢 结果赖清德怎么说的 赖清德呢 他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没有另外再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 哇 此话一出各界如何解读 我们来看看对岸学者好了 好 这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唐永宏教授 他说赖清德虽然表示 没有另外宣布台独的必要 但也说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换句话说他认为 赖清德已经是自己宣布台独 触碰到大陆红线了 那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科说 赖清德上任党主席第一天 台独路线就一目了然 不做任何转弯了 未来端看台湾民意如何选择 是否决定要走向战争 所以赖清德出一张嘴 就直接宣布台湾独立了 你看题目很多 这其实总共有三题 分别是黑金 蔡英文 然后跟台独 所以我们一提一提来 这赖清德一开始讲 杜绝黑金跟解决学伦 但是他的讲法 就跟在台南的时候讲的不同 因为他在台南的时候就说 民进党没这个卡村 没有条件去谈黑金 那你现在 那你为什么要杜绝黑金呢 如果没有黑金 那你杜啥呢 难道你是肚子痛 或你杜小月吗 所以要么呢 你就是在台南一场鬼扯 不然呢 你就是在党主席的上面鬼扯 而两个都是鬼扯 你自己选一个 而且实际上就是 民进党真的是有黑金 怎么切割也切割不掉 那第二个 谈到所谓的学伦呢 媒体询问的时候 他就讲说 我们会有一套机制 这个机制 其实在现况底下早就有 我都帮你找出来了 你们透过中平会 而且依照民进党自己的一套 叫做 紀律评议裁决条例 你看 第21条 民进党党员对非政治事物 触犯刑罚者 应与除名以下的处分 对啊 你就直接依据这一条 然后有这个 像林志坚 现在他是所谓的涉及到 违反著作权法的问题 完全适用这一条 那就该开除就可以开除了 那或者像是很多这个 郑文燦啊 或其他人啊 里里拉拉拉的 就是所谓被论文门歼灭的 这些民进党的终身代 跟被歼灭的几个公子 通通都可以适用这一条啊 或者呢 只要还有另外一条 就是严重回损党域的 通通都可以直接开除 所以显然的 当然呢 他这种行径就像是什么 就像是一个表面认错的渣男 哎呀 这个我外遇啦 我花心啦 我劈腿啦 我真的是不对啊 你看我们一定有一套机制来做改善 好 那你怎么改善呢 就我继续花心继续劈腿啊 对吧 那你做啥呢 你啥也不干 好这就是赖清德现在的改革 就嘴巴上讲一讲 让大家觉得我们好像真心要改革 但实际上呢 继续犯错 然后已经犯的错呢 也不悔改 也不检讨 也不惩罚 反正就是犯的错继续干 对吧 这有小三 你看我有小三 然后呢 我就继续养小三 然后呢 就王必胜啊 所以这几天我们再看到绿营测衣 在攻击新竹市的那处长 才觉得非常可笑 那当初王必胜 有小三 而且孩子都那么大的时候 绿营测衣怎么都不攻击呢 所以果然又是一种绿能 你不能的双重标准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所谓 蔡英文的被报导 那当然呢 严重怀疑 这不知道是不是花了很多纳税人的钱 那么报导的内容啊 你看这很显然的 报导的内容 他对台湾的状况完全不了解 而且呢 显然是有人喂给对方的一篇稿子 因为里面对蔡英文就是 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还想说蔡英文 有的时候 这个拜年都会贴着猫猫狗狗啊 什么的 那真是好奇怪了 蔣万安不能够贴着他的太太跟他的小孩 蔡英文就可以贴猫猫狗狗 是怎么样呢 那不能蔣市长贴家人 但可以蔡英文贴他的家人吗 那还是大家觉得说 因为那个蔣市长 他贴家人呢 你这就叫做个人形象 但如果呢 蔡英文贴猫猫狗狗啊 这个叫做动物园的大团结 所以这可能就没什么大问题 那当然我们就来看到说 这篇报导 其实呢有一些不精准的地方 比如他讲蔡英文呢 你看2019年的时候 支持香港的运动 结果呢 香港人要来到台湾 然后完全被民进党打枪了 很多人呢就是被遣返回去的 那送你继续回去 共产党统治的地方 这就民进党所谓的挺香港 那再来呢说 他敢于和北京对抗 到底在哪里啊 对吧 就除了出一张嘴之外 没有啊 就是真正在发生围倒演习的时候 蔡英文说 我们要赶快寻求对话 这算啥对抗呢 然后就是 但是共产不断的超越海峡中线 2019年蔡英文说 强势驱离 到现在都已经 司空见惯 习惯成自然 共产不来 你反而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到底勇于对抗 对抗在哪里 不知道 就是出一张嘴 那如果对抗 只需要出一张嘴的话 那三岁小孩子都会对抗 对吧 刚刚呱呱坠地的小孩也会对抗 哇哇哇 然后旁边说你看 他也在对抗中国大陆 他也可以登上瑞士媒体 所以这种称赞呢 其实都没太大的必要 那当然啦 如果我们又提到战争的话 我要再度报告一下 最新的季辛吉 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 在最新召开的 达沃斯论坛的时候 他就提到了 他说 哎呀先前呢 他就反对 乌克兰加入北约 那现在还是主张 俄乌要透过谈判 来解决战事 那而且呢 他对台湾的状况 也有做了发言 你看 他前面的这段话 你看反对乌克兰加北约啦 要透过谈判解决问题啊 放在台湾 那他就是中共同路人啊 对吧 哎那你去骂 季辛吉是这个 所谓俄罗斯同路人啊 哇糟糕了 俄罗斯同路人 都已经入侵到 美国的前国入侵了 所以就是乡民啊 绿营的乡民 或这些绿营的支持者呢 跟真正有 国际视野人的差距就是如此 那季辛吉是如何 提到台湾问题的 他是讲说 有关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 还有中国大陆也好 双方应该避免啊 采取暗示即将摊牌的行动 或冷漠的威胁语言呢 这样才有助于对话 啥意思 就是美国也好 台湾也好 常常会有人动不动就喊 2027就要打啦 然后2026就要出事啦 2027就怎么样啦 季辛吉说 拜托你们不要这样一直乱讲话 一直乱放话 无济于事 而且状况只会越来越坏 你搞不好越讲 战争可能性就越越大 你越讲就越不可能和谈 但偏偏我们的外交部长都在干这种事啊 天天在喊要打了要打了要打了 那干嘛呢 就是增加绿营自己支持者的 向心力跟凝聚力 就好像蔡英文的这篇报道出来 又再度要打所谓抗中保台的这个牌嘛 虽然没讲抗中保台这四个字 但其实还是表述同样的意思 那么在真正国际专家 以及主张和平的前国务卿Kissinger来看 这些都是有问题的 那当然绿营制作 你看这个Kissinger 就中共同路人 敢卖外交部长的中共同路人 好 没关系 你们就继续这样想 所以青蛙总有一天它会怎么样呢 青蛙就是总会遭到一些报应的 这个报应当然包含像什么呢 我们是希望这个报应不要发声 那就来看到讲到两岸关系 或是台美关系 就要看到赖清德的言论了 所以你看我们这三个题目 你用一气呵成下来真是太棒了 按赞订阅加分享 那么赖清德的现在路线 从以前的台独啦 然后或者抗中保台 到现在呢前一阵子又转弯嘛 转成所谓和平保台 因为讲抗中大家担心要打仗 那保台呢 你民进党也没啥能力 所以改成和平保台 但和平呢 绿营的支持者又会质疑 说哎呀你讲和平保台 那跟蓝营有什么差别啊 那你是不是也跟蓝营投降 跟大陆投降啊 友中啊合中啊 讲不清楚 所以其实赖清德最新的讲法 应该叫做清美保台 因为他批评国民党是 以美嘛 是反美 所以他给自己呢叫做 清美保台 这个论述呢 就不会让人觉得说 好像反中啊 要对抗啊什么的 大家就比较能够缓解疑虑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比较少看到有人拿出来 反对或是反驳 因为如果让他真的占了这个 优先的地位 就是他所谓主张 清美能够保台 这个论述成立的话 对在野党接下来的选举 就会相对比较危险 因为毕竟不论是谁 即便是侯友宜 他也说过不要做强国的棋子 你看这个帽子 就已经被赖清德先扣下了 你就是以美论 那未来呢搞不好 蓝绿双方都要各自争相 这个上演说 我比较清美 我比较清美 非常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呢在清美 这么的能够能保台呢 那刚才呢 我们的雨萱讲的意思是说 赖清德讲这个话 已经是欺骗了台独的同志 可是呢 对台独人士来说 没办法啊 就是被骗就被骗吧 对吧 就也没有别人可以支持啊 这大家都知道嘛 本来就不可能改国旗改国号的台独 台独有分很多种 第一种就真的 改国旗改国号啥都改 然后变成台湾共和国那种台独 独派也知道不可能实现 独派也知道不可能实现 那什么叫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就是我知道现在实现不了吗 那我们就改头换面 对吧 就是一样用华独的形式 中华民国的壳 然后台独的实 这就是目前实际上的状况 但是我们前面刚刚讲说 你看这个赖清德看似是华独 但其实更进一步 因为过去民进党 我们讲说他的前途决议文 他讲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后面会补一句 名字叫中华民国 对吧 这是华独或独台的论述 也是民进党的所谓 台湾前途决议文 中华民国的相关论述 可是在赖清德昨天的演讲当中 没有中华民国这一句 他只有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不用再改国旗改国号了 诶 那这就是台独啦 这就是台独啦 就是你已经不管外在 对啦 那个什么中华民国 那个都不重要 就连中华民国的这个壳都不要了 有壳在 但是我们都装作 没看到这个壳就行了 那也是一种新的台独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陆的学者才会讲说 这就是触及红线 不管怎么样 蔡英文在2016年 刚上台的时候 还会讲说 我们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 维持现状 还会稍微扯下 或者说尊重中华民国宪法 尊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就表面上还会装一下 但赖清德昨天的这个讲法 就是装都不装啦 就直接讲啦 对吧 我们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呢 可想而知 如果这个言论 出现在明年520的就职演说 赖清德直接说 我当选了总统 我当选了台湾国的总统 那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大家就可以猜一猜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好 那我们当然在今天还有关心的 就是我们 上个小时讨论的 就是说 内阁改组 那目前呢 他说今天下午会有 会 比较明朗是不是 那 目前好像只知道 苏贞昌到了立法院嘛 好 那看不出有什么 对不对 也不知道他要不要走 要不要留 应该是留了吧 雨萱 所以这个变成是赖清德 最大的隐忧就在那边嘛 我想这不只是赖清德啦 除了苏贞昌 蔡英文体系之外 各个派系最大的隐忧在这边 因为 其实我今天有跟非常多民进党立委聊 他们基本上对于到底结果会如何 都还是持一个未定论 等于是风声鹤唳的状况 大家人人有个准 但却各个没把握 我想他现在目前规划出来三套剧本 第一个 苏贞昌继续留任 我想那就完蛋 那就如同各个派系跟蔡英文讲了嘛 2022是不用选的 你即便呢你其他的副院长 或者是各部位首长位置 均分给其他派系 大家都巧不容啦 因为上头就是一个苏贞昌 即便苏贞昌在这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 结构性的改变改变什么 他那个傲慢的态度 他那个蛮恨的态度 但是也无计于补啊为什么 因为整个国营事业八大关股 到整个下辖的所有部门 你早就已经伸手伸脚 通通要安插你自己的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剧本是什么 就是如同外界预期的 如果曾见人上 苏贞昌下 然后呢由郑文燦殿后 作为一个安定的基础 然后呢重新进行内阁相关的改组 这是第二个剧本 但是目前看来这个剧本 随着苏贞昌的笑容逐渐展开之后 机会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那最后一个剧本是什么 最后一个剧本是 极建成建人上 但是各部位首长 尽量的不要去撤换 交由谁 依然是由苏细 所安插的人马把持 这就是一个折中的方法 所以我想 这三种前提之下 对于现代的党主席 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已经搏教的党主席 刚上任 绝对不乐观嘛 为什么 第一个 苏贞昌如果继续在那个位置上 未来你党内即便提再好再优秀 有任何的人选 但都受到一个包袱所牵制 也就是苏贞昌的施政表现 今天他在立法院 如果又发脾气 又震怒又拍拙 或者是有任何的法案 最后承担的是谁 不是苏贞昌 也不是蔡英文 最后交给的是谁 是由赖清德 以及要选举的 就是交集的 这些党内部分派系的立委所承担 这是一个最大问题嘛 好 再来第二个问题 就算今天是陈建仁上 赖清德也会同样面临到一个困境 如果今天陈建仁当时 所谓的行政院长 然后拿着统筹喷配管 跑到全台湾各地去散 然后呢搞不回公关 最后发生什么 即便陈建仁 他没有办法 战胜赖清德的民调 他也会对他2024 造成极大的隐忧嘛 这就是蔡英文埋在行政院 以及留下的伏笔跟伏兵嘛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 我觉得赖清德陷入一个非常的两难 要嘛 蔡英文基于巩固自己行政权力的考量 把孙政昌留在这个位置上 不顾众人的反对 不顾众人的愤怒 但我想 有一个人最高兴 国民党 国民党当然高兴嘛 你孙政昌要做多久就做多久 非常欢迎 绝对没问题 但是至于赖清德 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警训 但第二个像我讲到 就算今天换成是陈建仁 赖清德 一样有他的烦恼 那你说赖清德 为什么他就 始终不肯提自己人呢 这就是他现在的问题 没有人 你说赖清德最为亲信的 谁 潘孟安嘛 但潘孟安 为什么大家很好奇说 再三劝阻他进入内阁 但最后他决定说 我还是留在 党的系统里面 听说要帮赖清德打选战 对 当秘书长 当他的大总管 跟他一同作战 因为潘孟安也是同样 有一个致命伤 难道你说潘孟安 不想要去当行政院长吗 过去 在他刚卸任 也就是屏东这个选战 刚打完的时候 他还透过媒体 放话一篇 那篇的意思是什么 说他就是一个地方向的猪猴 用日本的历史做比喻 他要展望北上吹军 展望台北 希望能够 往更高层次的发展 但最后被什么毁掉了 一样啊 就是所谓的论文门嘛 论文门除了说现行之外 包括郑文餐已经倒地之外 还有谁 还有学许多多的卫报蛋啊 那潘孟安自己也是其中一个 被列入对比资料的人士 所以赖清德为什么在整个 党中央检讨会议上 谈到所谓的论文门的时候 甚至不敢针对任何人 也不敢提出任何开署长旗 因为如果他未来的秘书长上任了 然后呢 英系的人 配合外围 然后突然丢出一份 潘孟安论文也抄袭 请问一下赖清德该当事 潘孟安再下去的话 基本上他身边就已经没有人了 今天他身边包括高家瑜王世坚 这些挺他的 甚至仰眼要倒苏的 最后都落入什么样的下场 这些人才是真正名将的改革派 所以名将现在陷入的氛围就是 老的也就是蔡英文 苏贞昌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把所有改革反省的力道 压制到彻底 那赖清德为了参选2024 所以他也只能卑躬屈膝的 像独派妥协 像这个英系 以及苏贞昌妥协 那最后面呢 即便他参选了这个总统 但是在全部都跛脚 被断手断脚 甚至蔡英文持续掌握 这整个行政机器的状况下 我只能说一句 恭喜国民党 就这样子而已 好 不过呢 因为我们说到了 不管是苏贞昌也好 或是整个内阁改组 感觉真的是歹系脱棚 那没想到有连发个现金呢 也要脱 那昨天传出呢 开春红包6000块 可能变成清明礼金 好 那到这个今天呢 柯建民就说 四党有共识和其困难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包裹 一个特别条例 什么疫后强化经济 社会任性的 成果特别条例的一个草案 好 所以他说 最快2月17才能够表决 所以大约会在4月中发现金 不会刚好落在清明节 你放心 所以换句话说 还不是清明了已经 是脱过清明节了耶 好不好 可是明明不对啊 1月17号就是前两天的时候 我也记得我在节目上有宣布 说我们的数位部长唐凤允诺 说可以的 之前呢 这个儿童节 儿童节的什么礼金 防疫津贴 也是这样子 也来得及在228方法 所以呢 这个228发钱是做得到的 因为这是管碧玲管妈 在立院咨询唐凤的时候 唐凤当场允诺 而且呢 管妈之后呢 就拿这个还大肆宣传 好说228呢就可以发6000块 结果唐凤后来说 我是说 最快可以在228 好准备好系统开放 所以换句话说是说 是系统在228会准备好 没有开始发钱 结果现在好了啦 真相大白了 柯建明告诉你啦 清明都拿不到啦 脱过清明节 我请教淑惠 这不是很单纯的就是 就是一笔钱 要还税余民 要发现金给我们 结果他现在搞了一个 什么什么特别条例 因为他自己我不知道啦 是不是其中有千亿 要偷渡成自己的私房钱 所以他整个这样 就搞到现在就变成 你就很慢啊很慢 第一个也不要清明发礼金啦 怪怪的 那会不会搞到端午啦 会不会 端午也不是什么节庆 那是屈原跳江啦 我坦白说啦 第一个为什么这个 用这笔钱 一定要用特别条例 是因为我们的预算法里面 有规定说 这种超升的税收 不可以挪作他用 或者是说由行政部门 直接垫付什么什么款 因为这样子 永远行政院 就会搞超增这件事 要超增超容易的 我把预算 预期目标编得很低 不小心就超标了 不小心就超编了 不小心我就有几千亿的私房钱了 这就像是 这个家长说 来你自己给自己定 你现在要考几分 我给你奖金 我说我只要考40分 我考60分 不好意思我就有奖金了 超标奖金就出现了 民进党这几年的超增税收 就是这么来的 目的就是每一年多了一笔钱 然后可以用特别条例去 把它挪为自己要用的地方 就像这一次一样 发奖金 发现金 那为什么突然又要拖呢 现在好像说 哎呀是你们国民党啊 没有共识啊 什么什么的 我告诉大家 民进党一定会拖 他会拖到什么时候 拖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出炉的时候 拖到越来越接近2024的时候 这样才能买票嘛 这扎本对吧 跟孙总统的时候大家都没记住了嘛 为什么要这么早给你钱呢 那到最后是不是 他再找出1000多亿再发一次呢 民众是健忘的 民进党知道 他已经没有那么多钱 不断的去做利多政策了 为什么 过去为了绑2020 他已经搞了一个前瞻 已经搞了国家8000多亿了 然后为了2020又有这些三倍券 五倍券等等的 结果还是惨败 钱都去拿掉了 但是票还是要买啊 怎么办 就只有一笔钱嘛 越晚花越好 越晚发越好 最好是连在一起 哇发六 这个今天发6000块 明天民进党总统提名人出炉 大家才会觉得 哦好棒棒哦 民进党执政好棒棒 天天有钱拿 这就是民进党的目标啊 所以就告诉你 清明没有 端午有没有 要看民进党的总统人选 瞧定了没 所以我觉得 这整个都是政治算计啦 大家也不用过于去 去开心或不开心 这笔钱原本就是我们的 拿了也不用感谢他 就像拿买票钱一样 钱帮帮帮票 帮帮帮 这是阿扁教我们的啊 对不对 钱你就给他拿 那本来就是你的钱 那是民进党拿的不义之财 我们拿了心安理得 但是不好意思啊 票我们按照良心去投 就是不投给你 所以我觉得这笔钱 大家不用去想 总是会到我们的口袋的 什么时候到而已 然后再来讲到说 这个苏生昌会不会下台 我大概从头到尾 大家看我在任务的节目上说 我都不认为他会下台 即便他现在已经 他还是觉得说 就感觉音乐一席了什么的 你都觉得他不会走的 我都觉得除非只有一个 我们巧慧的未来安排好了 他才有可能下台 巧慧的未来有承诺了 我们巧慧 2026年对上的不是侯友仪 不要有机会 所以苏贞昌不会下台 除非苏巧慧的行程安排好 可是我们看今天苏巧慧的 受访的时候满面笑容 我爸爸最喜欢为国家做事 干我屁事 真的干我什么事 对不对 你喜欢为国家做事 你去帮忙扫厕所 帮忙去扫道路 帮忙去扫公园 帮忙去扫公园 所有事情都是为国家社会做事啊 你为什么要花国家的钱 这样乱花以后 然后就说我是为你们做事 你拿我的钱本来就该为我做事啊 真正为国家做事 就是不拿钱当志工 对不对 这种为国家做事的方法 我也很喜欢啊 我也想当行政院长 我也好爱为国家做事啊 在座的谁不想为国家做事 对不对 一年有一兆两兆可以花 这种 然后可以拿着棒球棍子来扫去 然后动不动骂人家 然后这种叫做我好爱为国家 不是撞球杆 对 不是炮球杆 撞球杆 对不起 那一天拿一根东西回来回 我只看到他拿一根东西回来回 我就很讨厌 这种叫做我好爱为国家做事 这是我的兴趣 我的喜好 请不要剥夺我人生 已经领老了以后的一个兴趣 拜托 这干我们什么事啊 我们只看到你 人民对你的不满意度越来越高 你还好意思说这是你的兴趣 你看一下人民的兴趣 人民的感受好不好 过半民众对你不满意了 你还好意思 只因为你想要权利 你想要这个位置 你就说我就是要留下来 今天蔡英文是换不了 我一直说她换不了 第一个书贞上的个性就是 你给我换看麦 你给我换看看 我们同归于尽 我手上也很多你们的东西 你给我换看看 我没有打算要走 第二个 蔡英文现在不能没有书贞昌 因为赖清德在那边虎视三单 过去新潮流有一半被蔡英文收编了 譬如像郑文燦 但这随着这一次民进党的大败 大家有没有看到 现在郑文燦又倒回去 这个赖清德这边了 所以现在蔡英文手上 无可用之兵 无可靠之派系啊 自己英系又人人是战犯 他现在需要书系的人啊 以前大家常听过叫新书系 新潮流跟书系的合作嘛 可是蔡英文为了裂解新书系 就是把苏贞昌找进来当隔魁 然后在裂解新潮流 把他裂解为北流跟南流嘛 南流的这个陈菊 也把他找进来当行政院长 北流的郑文燦给他重用 让赖清德孤零零的一个人 但是十四比人强啊 民进党的未来在赖清德啊 民进党的昨日是蔡英文啊 所以现在人家已经又慢慢的归队了 那蔡英文只能死了 他的苏贞昌不放啊 要不然苏贞昌又走了以后 蔡英文就真的叫做孤家寡人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当然内心里面 他好爱陈建仁 但陈建仁照不住大家 陈建仁对他来说没有1加1等于2啊 陈建仁就是他的1而已啊 那蔡英文还是要自己人 玩自己这台车子啊 所以蔡英文现在是换不掉苏贞昌 如果他愿意换掉苏贞昌 是苏贞昌愿意被他换 但是最后我们看到整个内阁的组成 还是派系分张 好 那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就讲到分钱 不是分钱 发钱啦 那刚刚是说反正会拖过清明节 那网友呢有人讲说 要不要干脆中元节烧王船算了 那可是说到这个发6000块 里面因为操征的部分 其中听说政府经济部 要把钱拿去补这个店价黑洞 因为台电亏损5400亿嘛 那经济部要争取400亿 去补台电亏损 那我先请教这个雨萱 拿超增税收的钱去补 这个合理吗 而且其实今年4月好像又要涨店价了 然后再加上呢 是不是因为供电部我能关心 最近讨论很多 虽然台电出来有澄清说 没有啦 没有叫大家说什么 过年期间外出要拔插头 可是大家就已经 大家会相信吗 大家就觉得说 你也不能说 你看拿去补亏损拿我的钱 然后可能店价又要涨 可是你不能够保证供电稳定啊 如果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我相信全国国民 大家绝对会体恤政府 就是因为你是大环境或相关的 等等原因 所以导致呢 这个国营企业为了照顾人民 所以必须亏损 这个东西全民绝对有办法 但大家没有办法接受什么 这是因为你错误的政策造成的 我们讲白了 蔡英文喊出2025非核家园绿能占比 要多少百分百分之二十 今年多少百分之八 而且还不会增加 我每年都在看这个数字 怎么每年都长一样 都差不多也不会增加 然后呢光电业弄得乱七八糟 所以就是在这个前提之下 错误的能源政策 明年怎么样 核二核三还要再停机耶 在停机之后 他们要用什么机组去补 大家知道吗 他们要用燃气机组去补啊 所以最后一面又是燃气 那燃气是什么 就是因为台电亏损的主要原因嘛 因为所谓的油价物价 到整个基础原物料 以及发电成本最重要的东西 所谓的燃气也好 或者是说烧煤也好 通通怎么样 翻倍涨价 在国际的物价上面 他调涨两倍甚至三倍以上 所以就是这种状况之下 台电不管怎么发电 怎么做怎么赔 但是呢 他们又基于动涨的因素 不把这个价格反映到民众身上 但你说哇这样体恤民意啊 不好意思 台电跟中油累积亏损 是一年两千多亿在亏的 所以累积到现在 才会到五千多亿这个数字耶 那你说他没有把它反映给人民 就最后呢 又是拿人民的纳税钱回去捅 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回归到问题是 明年度燃气的基础 量能会拉更大 所以可以预见的是什么 亏损只会更严重 不会更减少 因为这就是错误的能源政策配比的问题 你如果今天这些部分 通通都有所谓的核能 或者说其他替代绿能 如同你原先所承诺的 达到一点标准之后 基本上这个亏损的漏洞 绝对会去缩小的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登酒店 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但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再加分 中文字有一些 中文字 Gandalf 中文字枫 中文字档 中文字的 身表 中文字母